编者暗 汉代随著钢铁制作的还手刀出现 军队制式装备中还手刀迅速代替了铁剑成为了军队主流制式短兵器 从此刀就一直是中国古代军队装备的主流短兵器 对此很多人认为刀比剑更厉害 所以刀淘汰了剑成为军队制式短兵器 但是在西欧 骑士老爷们则更喜欢用剑 这让很多人比较迷惑 为什么东方都用刀 而西方喜欢用剑 到底是刀好用还是剑好用 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支援刀和支援剑的都很多 从中国乃至亚洲的情况来看 刀一直是军队主流短兵器 剑虽然也有装备 但是装备率都比较低 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刀好用 也有不少人信誓旦旦的声称 剑是无法大力劈砍 因为容易断所以才被刀淘汰的 这种论调其实还挺流行的 但是这样 西欧普遍用剑的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总不能说西欧野炼技术 要比其他地区更强 所以做出来的剑更结实吧 支援剑的一方大多认为剑双刃 使用起来必然要比刀的招式更加丰富 自然是要比刀更厉害的 所以西欧的骑士老爷们才都用剑 十字军东征用剑的骑士老爷 对抗用弯刀的阿拉伯军队 也一样打的有来有往的 而且中国存式的剑也非常的多 宋代军队也有装备剑 宋代武军总压中明确记载有装备剑 宋代和明代军队制式剑都比较厚重 结实得很 但是即便宋代制式剑并不脆弱一段 然而宋代军队中剑的装备率也没有很高 至少没有刀的装备率高 其实剑与刀谁更厉害这个问题 几千年来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即便是欧洲近代骑兵 也在直剑和弯刀中左右徘徊 这两种武器功能相近 在战斗中的定位也相近 如果说一样更好用 那么就不会数千年来 谁也没彻底把对方淘汰掉 即便是中国古代军队主要裂装刀 但是高阶将领也大多配剑 剑其实也没有彻底脱离战场 带反刃的腰刀 刀和剑具体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双刃的剑自然有助更丰富的攻击方式 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优势 实际上攻击方式多变的 看起来什么都能干的 其实不一定就好用 因为在战斗中 其实没有太多机会使用复杂招式 简单直接的攻击方式 更适合战场 攻击方式更丰富 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技法 而技法越多 你需要学习的东西 显然也就越多 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武器上手难度也就越大 冷兵器时代主流战场兵器是长枪 从非洲土著的长枪 到伊迪安石器长枪 从秦军的长批方阵到明代的长枪军 从马其顿长枪阵到西班牙长枪阵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使用长枪 为什么呢 因为够长 攻击方式只有刺 简单好上手 毕竟不可能要求每个士兵 都是功夫高手武器大师 简单直接的武器 显然上手最快 而且为了解决多一个上挑招式的问题 明清腰刀基本上刀剑也都开了反刃 用刀剑那一块的反刃 就可以完成上挑动作 攻击方式跟剑区别更接近 剑与刀最大的区别 其实不在于强度 一个质量合格的剑条 其实没那么容易折断 同样也不在于招式 剑招和刀招 有助很大的重合性 能用剑的 用刀也没有太大问题 会用刀低用剑也没什么技术壁垒 刀与剑最大的区别 其实是在于造架 剑的造架要高于刀不少 因为双刃的研磨 其实非常费功夫 在古代没有杀轮机杀带机 这类电动工具的情况下 想要开封 全靠人手工研磨 可以说研磨的时候 小手一抖 剑挤就歪了 只有青铜剑 因为是铸造的 并不需要人工研磨 开出剑挤 所以青铜时代剑非常流行 也就根本没有青铜战刀什么事 顶多有一些工具小刀 但是到了钢铁时代 刀剑都是断打制作的 断打完成后 就需要手工研磨修行 要不断的调整 才能保证剑挤的平直 两面剑挤也得对称 这全靠人模式手工调整 因此 比起单面开刃的刀来说 剑的人工费 工时就要多太多了 史记或直列传中 甚至记载 撒削 搏剑也 而智识顶时撒削就是磨刀 司马贞的史记索引这么解释的 撒削 为磨刀以水撒汁 顶在古代 有助很重要的意义 能用顶烹煮食物 说明财富地位已经比较高了 就是说智识靠 注磨刀的手艺 混到能用顶做饭吃 这也说明古代好的研磨师一样 有助较高的财富地位 所以就因为研磨不易 制作起来费时费力 在古代全靠人工研磨的情况下 一把剑的造架 甚至可能是刀的几倍 这就直接导致汉代还手刀 为什么可以迅速取代汉代铁剑的地位 成为军筑列装标配 造价便宜 上手简单 这两条就决定了军队中普通士兵装备刀 远比装备剑化算得多 也因为这个原因 更贵的剑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其实无论东西方 剑都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维京人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剑 普通的维京人也只能使用战斧这种造架 比刀还低的短兵器 而西欧的骑士老爷们 也属于贵族阶级 自然要选择剑来展示自己的身份和财力 实际上 欧洲并不是不用刀 普通的士兵大多也一样是使用刀作为武器 中国古代阶级森严 甚至于什么身份配戴什么档次的剑都有规定 所以中国古代将军大多配剑而少有配刀的 这一点上其实东西方都差不多 只是西欧军制骑士的武器盔甲都是自备的 为了显示自己财力和身份 骑士老爷们自然是选择用剑 而亚洲军制都是国家配发武器装备 所以看起来似乎东方用刀的更多 而西方似乎更喜欢用剑 实际上 东西方都差不多 西方的穷人也大多是配刀 比如14世纪到15世纪德国农民 最喜欢用的德国大砍刀MESA 这种大砍刀十分受普通平民欢迎 包括军队的普通士兵也广泛装备这种大砍刀 导致很多人还争论为什么欧洲出现这种砍刀 完全跟常见差不多 两者功能上确实差不太多 但是造价上就差得很多了 有钱的人自然使用剑 而对于没钱的人 显然这种大砍刀的价格更为友好 另外还有13世纪到14世纪 非常受普通底层士兵和民众欢迎的凡尔基砍刀Fortune 这种砍刀 其实才是普通士兵最普遍的装备 看起来十分宽大 其实比较薄 制造起来简单 因为刀刃宽大 也不容易被砍断 最重要的是造价十分低廉 这与我国二战时期的抗日大刀片的定位同出一辙 造型上也颇有相似之处 真要比较起来 这种类似抗战大刀片的法尔基砍刀 从造价和工艺来说 成本和技术含量 其实要低于中国同时期的腰刀的 因为这种法尔基砍刀的流行 也导致了一些贵族阶级 也开始使用法尔基砍刀 但是这种贵族用的法尔基砍刀 自然是要更加的怀利 不但护手和配虫 做得十分精致 甚至有些刀身 还专门如铜剑一样积极 这位展示 我有钱 说到底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对于古代军人来说 刀类似于安卓手机 件类似苹果手机 两者都能实现同样的功能 效能上其实也没有本质区别 但两者所含有的附加值不同 导致两者的使用者群体 也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分类 当然现在高阶安卓机 比如某位 价格和附加值也开始增高 而据说苹果手机 也要出低端机了 本文信心 新历史原创稿件 主编圆阔 作者仁渣笑西风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ول现代的 相机